欢迎您收看12月15号的早安新唐人 我是唐吉安 现在带您关心天气 今明两天各地晴朗 不过17号星期五开始 受到封面及冷空气的影响 北部东北部有雨 越晚会越冷 星期六18号公投日水气减少 低温可能达大陆冷气团标准 中部以北东北部约摄氏12至15度 待着前看到国际媒体重要讯息 首先看到美国大纪元英文版报导 美国国务院表示 仍持续由美国人撤出阿富汗 接着是英国泰晤士报的报导 南非研究显示欧默狂住院病例较少 接着看到大纪元时报台湾版报导 日本前首相恩贝晋三表示 台湾崛起吧 台湾虚成民主领头羊 来看到日本产经新闻报导 中共人权记录差 日本国会议员呼吁首相抵制北京冬奥 来看到中东半岛电视台报导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任以来 首次访问东南亚 中二在访问印尼时 强烈抨击中共的侵略性行动 并承诺深化与印太国家国防和经济的边界 最后是印度华于一家电视台报导 加勒比海岛国海地当地时间周二早上发生油罐车爆炸 已知至少造成50人死亡 长安新团人先来看到 法国国民议会前议长 现任友台小组主席戴沪杰率领 共六位跨党派的国民议会议员访团 今天清晨六点半抵达台湾 展开五天的访问行程 外交部表示访团将觐见总统蔡英文 拜会行政院长苏贞昌 立法院长尤锡坤等官员 访兵另外将会晤经济部 卫福部 陆委会等部会首长 这是纪理查十月率团访台 另一个法国国会的重要访团 冲下欧洲单一国家国会两院 在三个月内先后访台的记录 再关心变种病毒Omicron 近来在中国天津广州都出现案例 广州的案例是回国16天才被确诊 这名患者在入境后确诊前 还曾经乘坐国内航班 同时在天津和广州 还分别发现了Omicron感染病例 即天津12月13号公布 从无症状感染者中 检出的Omicron感染样本之后 14号 广州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 也通报说 当地的一名67岁的男子 11月27号从国外入境 集中隔离期间多次核酸检测均为一性 但是12月13号被查出Omicron阳性 当局还声称这是输入病例 但是民众质疑 这名男子回国近20天才查出 应该是本土感染 14号 广州地铁5号县陶金站被封闭 这名男子居住的岳秀区 华乐街天胜村小区 居民全部被集中隔离 周边的多个小区也都禁止人员出入 并实施全员核酸检测 爆发疫情的还有广东东莞 14号 东莞市大朗镇官方声称 当地发现两例无症状感染者 但同时公布说 当天凌晨起对进出大朗镇的所有道路 包括高速公路 省市镇公路 村 社区道路等出入口 实施交通全面管控 东莞市大朗医院当天也发布停诊通知 不仅门诊 急诊 暂停接诊 连住院部也实施管控 人员不得进出 东莞当局的大阵仗防疫令外界怀疑 当地的病患可能远远不止 两例无症状感染者 中国天津和广州 接续发现感染Omicron病毒株的案例 而制造业重症浙江省疫情严峻 宁波 绍兴杭州三地 中共管控升级 陆媒报道 至少19家A股上市公司被迫停产 也传出多地要求民众就地过年 非必要不能离开当地 病例难 67岁 天津13号通报中国首起 Omicron确诊案例后 广东省广州市14号也宣布 一名67岁的男性患者 11月27号从国外入境后 过了16天才测出COVID-19阳性 并确认是Omicron变种病毒 与此同时 COVID-19持续在中国蔓延 浙江省市重灾区 中共管控升级陆媒报道 至少19家A股上市公司被迫停产 The epicenter of the current flare-up of infection is in the eastern coastal province of Zhejiang On Monday, China reported 51 new cases of locally transmitted COVID-19 including 44 new locally transmitted cases in that province Zhejiang is a manufacturing powerhouse It's a shipping hub On top of that, you have over a dozen listed mainland Chinese companies Now being forced to suspend production because of COVID-19 measures 日经亚洲报道 浙江省停工停产的上市公司 包括半导体设备 金盛基电 被私美化工 当地官员要求停工 目前还不知道何时能复工 Ahead of the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China is on high alert for potential virus outbreaks Various cities in China haven post restrictions to prevent millions of migrant workers from going home for the holidays 浙江省官方13号通报 杭州、上新、宁波三地将严控出行到2022年3月 上海、河北、广东、宁夏等多地陆续要求就地过年 非必要不离开当地 许多中国网友担忧 今年是第三年无法返乡 新唐人亚太电视 张瑞珍 综合报道 好 中国浙江、绍兴、宁波、杭州 持续传出疫情 聚集许多台商的广东、东莞 也发现两例无症状感染 有官员透露 浙江省已超过54万人被隔离 许多公司工厂停产停工 航班也取消 绍兴、宁波、杭州市大陆机械化鲜和石化重要生产基地 也是台商投资密集区 对此台宿表示 宁波厂区因为正海、绍兴及杭州7号爆发疫情及封城 往返宁波的提交货车辆司机 截区提供48到72小时的核酸检测报告 影响7号到9号的出货量 自10号起司机陆续返回岗位 目前宁波厂区交运量已恢复正常 鸿海也表示没影响 再看到 昨天是台湾实施新的过年入境检疫方案的第一天 光是上午就有超过800人入境 其中高达7成都是使用7加7方案 对于外界担忧 可能会有民众违规造成疫情风险 陈时中是直言表示 违规将重罚15万到100万元 拖着大包小包行李返回到台湾 再经过层层把关 一出机场直接搭上防疫计程车 前往居家检疫 台湾边境14号准时启动过年检疫方案 到五间为止有超过800人入境 使用7加7方案的民众占比将近七成 ABC方案三个 那A方案14加0加7的 人数有177人 那B方案10加4加7的有92人 那C方案的有7加7加7 那有557人 那总数据到现在 11点的统计是826人 但过年检疫方案 频频受到各界质疑 担忧造成防疫疏漏 或有居家检疫者的亲友违规来访 对此陈时中也表示 家户内有居家检疫者 不允许亲友串门子 否则就罚15到100万 此外针对国际Omicron疫情迅速传播 英国也出现全球第一例 被官方证实的Omicron死亡个案 外界关注指挥中心 是否会调整相关检疫措施 这几天也确实因为 Omicron这样的一个变异 主要世界的相关的一些旅行的移动 相对的变得不方便 以Omicron这样的一个 发展的一个态势 但传染力增加 对疫苗的一个保护力也降低 但是又今天有爆出一例 在英国有一个死亡的案例 但没有就是说 就比较高比例的一个致死率 或者重症率 所以我们还是严正以待 虽然国外疫情升高 但陈时中说 很多国家的防疫措施 都不能跟台湾类比 各国严管是根据疫情所必要 但台湾疫情没有升高 呼吁民众放心 至于中研院染疫案 相关匡列者应裁减得453人 有451人阴性 两人还在等待检验结果 新唐人亚太电视 林家伟黄彦玲 台湾台北报导 美国《华盛顿邮报》 在对100多份华为机密文件 进行研究之后发现 华为深度参与了 中共对民众的监控项目 《华盛顿邮报》周二报导称 在针对华为公司100多份 机密演示文稿进行研究后发现 华为对中国民众的监视和跟踪 远远大于其所承认的程度 这些演示文稿展示了 华为如何帮助中共政府 通过声音识别身份 对中共关注的政治人物进行监控等 其中一份文件介绍了 华为的监控系统对社恐 社稳 政治重点人员等 从电子轨迹 车牌轨迹 人像轨迹 实名轨迹 关系网络等多个维度 全方位智能化监测 还有的文件详细介绍了 华为设备在新疆的使用 包括协助新疆警方抓捕多人等 《华盛顿邮报》称 尽管这些文件没有写明 是演示给谁看 但其中一些文件展示了 警方或政府机构所需要的监视功能 显然是为政府客户准备的 中共重罚微博一千三百万新台币 外界猜测是山 彭帅的微博文不够快 谢谢早安新唐人带您了解 中央挺原名 花冬最有感 陆时陪伴长者日常起居 与口腔健康 牙齿给我们装得很好 很稳 有这个补助后 对我们老人家真的很有帮助 感谢你们 谢谢 传统清典场域的升级 全是致力于文化传承与延续 照顾好花冬原住民族人的福利 我们行政院圆明会将继续努力 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赏 幸福乡城 兵分与安 耶 好山好水好风光 心意邀您来观光 世纪都美丽 欢迎来新意 分享台湾's precious endemic natural substances with the world along with the latest technology is the core value and mission of Alps Biotech based at National Biotechnology Research Park in Taiwan Alps uses the latest proteomics and natural substance extraction technology in new drug development for disease testing analysis and certification of AC fungus tested by Alps to cure COVID-19 brings Taiwan to the global stage Alps Biotech 超过20%的毛小孩 容易发生关节问题 快会上富丽卡扣防水地板 止环耐磨保护关节 防水抗污 无缝又干净 降噪抗震 进行跑跳不怕吵 更重要的是 胖菌无毒领甲圈 家人安心 保海更开心 毛小孩最试货 环利卡扣 扣住美好健康生活 中共国家网信办周日宣布 对新浪微博开出300万元人民币的罚单 约新台币1300多万元 理由是屡次发布违禁信息 外界分析 这和11月2号 网球名将彭帅的微博文章发布 20分钟后被删除有关 中国国家网信办周二通过微信公众号宣布 针对近期新浪微博屡次出现法律法规 禁止发布或传输的信息 情节严重 国家网信办负责人近日以约谈新浪微博主要负责人 总编辑并责令其立即整改 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 此外 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还对新浪微博运营主体 北京威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开除了300万元人民币的行政处罚 自今年1月以来 新浪微博已被罚44次 累计罚款金额达1430万元 今年11月2日大陆网球明星彭帅通过微博发文 举报中共前副总理张高丽性侵 尽管这条微博发表简20分钟就被删除 但已被广泛转发 并在国际社会引发轩然大波 令中共极为难堪被动 接着来看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周一首次出访东南亚三国 将接连访问印尼 马来西亚和泰国 他在演讲中指责中共在亚洲采取侵略性的行动 并再次关切台湾海峡的和平与稳定 14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印尼大学发表演说 其中还包括共同对抗疫情 以及促进南海航行自由 布林肯强调美国所做的这一切 不是为了引发冲突 而是为了防止冲突 今年 拜登政府上任之后 强化美国与东南亚的关系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副总统贺锦丽 也先后在7月和8月访问东南亚 南华早报指出 布林肯这时出访东南亚意味深厚 12月1号 美国陆军部长沃美斯 出席华府智库战略纪国际研究中心活动时表示 美国已经与印尼和泰国等多个国家 共同举行太空和电子战演习 以应对与中共的潜在冲突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启玲 综合报道 政治话题来看到 这个周末就是四大公投投票 中选会昨天公布全国的投票人数 为1982万5000多人 如果提案要通过 必须跨过25%的门槛 也就是495万6367票同意 而且同意的票数还要大于不同意 虽然年满18岁就有投票权 不过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投票日从原本8月28号延后到12月18号 因此生日在2003年8月28号之前的选民才可以投票 新北市长侯友宜对公投表态备受关注 继前天她在脸书发签字文呼吁公投应该理性后 昨天下午侯友宜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同台 两个人自然互动握手 侯友宜对公投的态度也引起媒体关注 现在民进党这有人解读说 现在你最高兴因为侯友宜 可能在来营的气势比较弱了 我们再次强调大家现在全民拼公投 对于目前执政无能阿爸的民进党 我们必须跟人民站在一起 侯友宜不表态公投立场 朱立伦被媒体询问多次避谈 仅已批评民进党带过 朱侯难得同台出席活动 两个人见面时握手寒暄互动良好 朱立伦说两个人最近都有互通电话 侯友宜受访也说主席相当辛苦 马斯克说特斯拉将接受狗狗币支付 另外大厂默克宣布170亿拓展高雄新产线 谢谢早安新唐人带您了解 深耕台东建设三十年 施工扎实 设计多元 世宏建设 陪您看见对家居的价值 国万优胜油风 使用进口原料制成 已开发上万种产品 油风能够确保机械正常安全的运作 组绝外界污染物并防止漏油 容过ISO品质保证 客制化一条龙服务 谈判制造专业第一 国万优胜油风 一 二 三 快 文 准 沉浸科技 掌握重复定位2μm的精密度 是台湾制造定位制夹具的尖端开发先锋 目前全世界只有四个国家 生产此定位夹具 唯有沉浸 能够成功相容其他各国产品 并拥有自行研发先进人员 台湾之光 家具首选 沉浸科技 好用耐用 你会爱用 韩国经理厨艺杰 生食熟食 轻松料理 优雅下厨 厨房的好帮手 大师们的最爱 好用耐用 你会爱用 韩国经理厨艺杰 特斯拉首席执行长马斯克周二表示 将在测试的基础上 接受民众使用虚拟货币 狗狗币购买特斯拉的商品 马斯克发推文说 特斯拉将使一些商品 可以用狗币购买 看看情况如何 消息传出 狗币跳涨24%到0.195美元 特斯拉销售的商品 有服装 皮带扣 其车辆的迷你模型 儿童死轮自行车等 特斯拉稍早前曾表示 将停止接受比特币购车 不过 马斯克是加密货币的支持者 曾在五月份就特斯拉 是否应该接受狗币问题 在推特证询用户意见 台湾拥有全球晶圆代工市场超过60%的市占率 日前美商英特格宣布在高雄投资 又有国际大厂宣布加码台湾 德国默克14号敲定 最大规模的在台投资案 选在高雄新建新厂房 2022年供应台湾包括台积电在内的大厂 看好台湾半导体产业持续成长 德国在台协会处长徐佑格 科技部经济部官员起居一堂 德国指标半导体材料科技大厂 默克集团正式启动在台投资案 未来5到7年将投资170亿 除了是默克至今在台湾最大首笔 更是少数聚焦上游半导体材料化学领域 半导体材料的部分 它除了供应台积电 甚至在三星还有英特尔 也都会由高雄厂来制造 那它投资的部分会超过 它过去几十年代台湾投资的一个总额 默克新厂房 落脚南部科学园区的高雄园区 新建面积超过15公顷 今年12月开始新建 预计2022年底供应亚洲主要客户 增加400个在地工作机会 南台湾半导体聚落 从台南到高雄已经成型 台湾默克高层表示 去年就计划扩大高雄入竹厂产能 这次更敲定拉高层级 新建新厂 强调投资台湾绝对是正确选择 可是把高阶产品直接拉来台湾生产 外界预期就是因应5奈米以下先进制成 贴近客户需求 我们事实上现在是把更多的产品线 倒到台湾来 甚至还有新开的产品线 第一次在摩克生产 会包括除了层级材料之外 我们会有特用气体 然后也会有图形化 然后平坦化等等各种不同的材料 来cover刚刚跟各位报告的七大关键步骤 台积电宣布高雄厂2024年量产 重要的上下游缝测材料 化学业者一一到位 美国半导体材料巨波英特格日前敲定 三到五年投资高雄140亿新台币 都代表台湾在全球供应链中 扮演举足轻重角色 新台记者胡宗翰沈为彤 台湾台北报道 中共平面宣布禁止输入台湾凤梨世家 让果农受到冲击 为帮助果农协助凤梨世家价格恢复稳定 农委会也与卖场通路合作 也持续拓展海外市场 连锁超市龙头全联董事长林敏雄亲自站台 力挺台湾凤梨世家 除了希望能把台湾的水果推销出去 也提到在过年前不调涨物价 像林敏雾也是有一点问题 可是只要大力推销出去的话 我想台湾没有什么事我是做不到的 把台湾也推出去 这是我的目的 今年9月中共当局无预警暂停台湾世家输入 为了协助凤梨世家价格恢复稳定 农委会在台湾内需市场铺路 与超商通路合作 推出优惠活动 并拓展外销市场 行销台湾凤梨世家 明天我们就会有首次的一个货柜 那用低温40度的冷冻果来外销日本 鲜果会超过3000公吨 冷冻果的外销会超过2000公吨 所以外销有5000公吨 以前卖很少嘛 它大部分都是外销嘛 那我们尽量 我想应该我们请全力 大概10倍以上没问题 全联董事长林敏雄用行动力挺台湾水果 面对近期民生物资 餐饮业纷纷调长 林敏雄认为 政府正努力平抑物价 全联也会全力以赴 与厂商沟通 如果没有万不得已 农历过年不能涨价 大概能沟通的 我们大部分都请他 这个期间不要涨价 因为过年就是一个很大的关嘛 另外 全联10月宣布收购大润发 公平会证实 已收到全联收购大润发的结合申请案 不过人在补件阶段 尚未进入审查程序 大润发现在还在公平会 其实也真的不能谈 真的其实也不能谈 通路本来就是要有规模 这个规模就是效率 也能 我们也希望说 规模越大 它的管理成本越低的话 我们也可以一致物价 对于并购加勒福 林敏雄表示 这个真的没有答案 至于员工薪资是否会调整 林敏雄则说 今年会调不过实际调薪幅度 还没有确定 新唐人亚太电视 曾一豪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道 法国国民议会前议长 现任友台小组主席 戴沪杰率领共六位 跨党派的国民议会议员访团 原本预计 今晨六点半抵达台湾 稍早消息是 班级延后到上午八点半抵台 预计会展开五天的访台行程 将规见总统蔡英文 拜会行政院长苏贞昌 立法院长邮希昆等官员 这是纪理查十月率团访台 另一个法国国会的重要访团 创下欧洲单一国家国会两院 在三个月内先后访台的记录 19岁的比利时少女 罗瑟福德镇挑战成为 史上最年轻独自驾驶飞机 环游世界的女性 今年8月中她从比利时出发 周六飞抵亚洲第一站南韩首尔 第二站就来到台湾 在昨天下午将近三点 顺利降落在台北松山机场 而地勤人员更是送上珍珠奶茶迎接 结果珍珠奶茶喝下第一口便竖起拇指 也开心举起珍奶打招呼 罗瑟福德表示没有吃过台湾菜非常期待 而她抵台后会直接住进防疫旅馆 今天上午起飞前往菲律宾 她也说到一定会再回来 好好体验台湾 接着带来看到12月15号的天气预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会之相护航为沉默发声 以上是今天的早安新唐人 谢谢你的收看 我是唐杰安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在一百万次的拥抱中 彼此的生命变得不一样